破产有很多消息 其实恒达股价就不用分析了 因为大家反而是害怕的 究竟这件事如果真是所谓的爆补 影响有多大 会牵连到其他行业 或者内访其他企业 还有大家开始有人形容 会不会有点像当年雷曼事件 究竟有没有真是这么夸张 还有大家都在想中央好像放弃不够 会不会再演变下去 大家也要担心会不会像当年那样 现在就已经10月了 好像所有事情都差不多 所有的因素都会有点近 你怎样看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引发新一轮的股灾 当然如果你说恒大那件事 真的现在大家的看法都负面了 由以往过去这么多次 可能内地有所谓的债务问题 或者部分企业有这样的债务问题的时间 大家最近都觉得内地会出手去救 或者是不会被它爆爆 变相曾经都有一刻觉得恒大更加大 如果这样爆发更加夸张 其实很久之前都有人觉得 怎样都会出手去救下 甚至之后就算觉得可能不够也好 都只是会令到恒大部分违约 未至于整间是出事 但是似乎现在慢慢走一走走到下来的方向 好像内地都真的不理它 好像宁愿有它真的爆爆 是否恒大不够大 还是恒大太大 大到够不到 这个就真的大家要接得相確的 但是怎么说也好 其实真的有一定的一个危机存在 因为所谓的危机 其实大家现在都不是关心恒大自己爆不爆 因为你看股价 看它的债务 其实大家都不值一提 都知道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去买它 没错 都知道没什么看法 但考虑的可能性 但是问题就是 刚才说的会不会牵连其他 因为始终 只是说恒大这个债务的炸弹 当中牵涉可能这么多的银行 金融机构 又借过钱给它 如果最终是爆爆的 那些是否要做一些 例如撥秘 又要做一些减值呢 这个就真的会令到 那些企业的盈利也好 或者是整个前景也好 会有一个影响 而年代就是 如果随着恒大这个债务问题之下 这份连内房其实也会有一个影响 当然其他内房也不是说 恒大债务问题是直接关事 但是会怕就是其他特别重债的内房 一来会借着今次一个可能有机会违约 或者是爆爆的事件 会不会令到其他重债内房 都被一些评级 继续调低的评级呢 这个调低之后会令到之后 可能再想发债的事情是困难了 你给息又要高了一个人的数 困难一点 二来就令到他们的法治空间 都会受规限一点 因为刚才你也说的 就是每天都觉得你一定会救我 所以我就不怕了 快点去借他去搞很多东西 但原来经过今次如果真的不够 其实变成一些重债内房 就会宁愿自己收小一点 收敛一点 所以这个会反过去 就是限制发展的前景 所以我想整件事 是有一定的一些负面阴霸存在的 这个真的要再看一看 所以我想暂时 相关这些板块 我觉得真的要小心一点 暂时来说也不是太容易 大家先考虑了 是 说起内房股 我也可以引述一下 大行出报告的高盛 也估计内房的行业 会长期下行 股价就算有反弹 也只是短暂 下调有很多内房的评级 这些内房其实昨天也跌得很惨 你刚才也提到 尤其是一些比较高负债的 大家也会担心些 可能会再跌多些 其实内房股来说 你会不会建议整个板块都没有尖手 还是会说 不是的 其实都有部分可能可以的 其实内房一向都不太建议 就算未有今次恒大这个事件 去到暂时几惡劣的情况也好 其实你过去内房本身整个板块都差 因为不断地说有条红 所以股值以往很低 但是你有这么多条红 其实都意味着不是一个吸引性 还有你见到内房的问题就是 过去这两三个月 的确很多的销售其实是开始下跌 整体来说 其实无论销售面积 或者你计算一下动工面积 其实按年都是开始下跌 成几下来 其实就意味着 整个内房的办法都看法上是不多理想 那如果配合这一刻 有恒大事件真的内房的话 我觉得的确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你说看股值现在很早便宜 每一只都只有那两三倍三四倍 但是问题都是要捱 我觉得就不要因为贪便宜而买下去先 除非真的来到很明显地见到 一来恒大那件事有解决的处光 真的有个很明确的 是可以的 二来又会觉得 调控政策是真的慢慢松的 我想这两个方案 如果真的同步地有这些情况 才是令到整个内房 大一点的拐点 但是如果你说现阶段还未有的时间 就算当然都同意 未必一下子继续插下去 可能有反弹 但是都只是一些反弹 就是不是一些转势 或者是很值得大家考虑的地方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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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